經濟日報的重磅分析 今天是推介領展823 選選原因是 首先,政府早前進一步公布電子消費券的細則 預料距離正式推出的日子已不遠 領展有望從中受惠 第二,領展將於6月17日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為止的全年業績 雖然自長預期,領展期內的收入及每股分泰 按年只會有低單位增長 但香港以外的物業潛力不容忽視 特別是領展在2019年12月 即資招過6億8千萬澳元 收購了適妮辦公大樓 首次進軍澳洲市場後 雖然去年大規模爆發 並肆虐全球新均疫情未完 但領展在今年2月 又成功以27億7千萬人民幣 收購了上海七寶萬科廣場 五成一權益 顯示公司未有停低物業併購的步伐 只是等待以合理價錢買入優質物業的機會 策略上,不妨在今日開市時已開市 Anyway... 沒有訂閱 為甚麼 reasons 點議 佐遊 職業 有 影子 職業